喊点那些随忧搞笑名场面 这你别笑 来我这边走路啊 轮子是3CG的 怎么走啊 没事 安哥 下机腿 你个傻子是哪去的 老弟 快出来 阿高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走走走 给我进去找买电菜 好 走啊 把门带上 这什么玩意儿 我这是浮的 你把门插了干嘛 我说你说把门带上来 谁要你这么带的 别笑 哎呦什么 我看你还怎么带 走 我看你还怎么带 走 我看你还怎么带 走 你干什么干嘛 干什么你头带吗 小姐 老地大板有没有追来 我没追过来了 还有你吗 老地呢 干嘛 来来来来 老地 等一下我过来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开开开 快快快快快快快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孙哥 多摘一点啊 够吃啦 我不喜欢贪便宜 你这点够吃吗 够啦 这点我一个人都吃不完的 开啦开啦 回去吧啊 不用开啦 回去吧 够吃啦啊 哎 孙哥 你追我干嘛 我没追啊 小松 孙哥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搞的 他都能开到天里面吃 你真假的 哎 哎 你不用搞了 净水坏了 你赶紧叫个拖车过来垃圾修吧 我来叫吧 我来叫吧 小松 你朋友怎么还没来啊 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来来来来 来来 嗯 哈哈哈哈哈哈哈 孙哥 你这朋友行不行哦 这什么话 孙哥的朋友弄不行吗 小松 出门儿什么 啊 小商你朋友呢 他开车开太累了 在那里睡觉 他也心思睡觉 赶紧叫他过来拉车 可以了 这不是拉出来一半了吗 到时候你把车开到兄弟婆去 重新买一辆就好了 你这个糟小子 快点快点快点 来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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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你没事吧 你看我这样的事没事吧 我车又坏了 你赶紧借点钱给我先修车 我现在还没发工资 哪里的钱 给他吃点的药 怎么能补身体呢 来来 你这里等着我啊 我去给你买饮料品啊 走走走走 来 这碗要喝完的话 你也快好了啊 那你呢 我随便吃一点就可以了 嗯 香哦 哈哈哈哈 老板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你走吧 喂 人仔 怎么了 你要钱掉了 嗯 我都钱掉了 妈 我今天看到你身上掉下来的 哦 是我的是我的老板 你看 跟我的钱 长得一模一样是我的 谢谢你啊老板 哎 不用客气 是你的就好了 哎 老板 我看你这人也挺实战的 我买你点菜吧 哦 可以啊 那你看一下要点是吗 来 帮我撑一下 30斤 10个人一斤 300 怎么这么一点 30斤啊 你自己不会看吗 这么一点30斤 我不要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都吃好了 你不要 今天你要也得要 不要也得要 那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你老实吗 快点 哈 300 没见过你这种人 没有见过这种人 这么一点说我30斤 嗯 小松怎么了 哎呀村长别说了 村口有个奸商 这么一个小小的南瓜 收了我300块钱 在我的村子里 我的地盘还有这种事发生 这是没把我这村长放在眼里 坐我了你过去 我看一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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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长就是那个了 嗯 哎呀 这不是二狗吗 什么狗啊 走过去 哎 村长你来了 二狗有人说你的称不准啊 有没有这回事啊 村长怎么可能 我这个称是最准的 还说没有 这个南瓜 顶多三斤 你怎么称到三十斤的 这称称出来多少斤就多少斤 又不是我说的算 那那你看村长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开始耍无赖了 谁耍无赖 你在手信不信我造你 哎呀好了不要抢了 这送你多少斤呢 我100斤 上去称一下 来二狗看一下多少斤 1000斤哦 1000斤 你感觉合理吗 我家老母猪都没有那么重 用称称出来了肯定合理啊 称又不会偏严的 二狗啊二狗啊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哎飞牛 怎么了称他 过来一下 飞牛你才称准不准呢 肯定准啊 我做生意也最公平公正的啦 小兔上去称一下 飞牛多少斤 8两 多少 8两啊你不会看称啊 你想说我跟踩一样 大不了称啊 大不了称也不能踩8两啊 村长你看看他的称也不准 你放屁 我的称是最准的 我刚才讲你不要冤我好人啊 村长我的称也是最准的 我的才是最准的 我的 我的 我的才是最准的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二狗你的称准不准 转 飞牛你的称准不准 转 既然你们两个人的称都准 你用他的称他用你的称 多少斤呢 五两 十块钱一斤 你给他五块 来 多少斤呢 八十 八十是吧 来给钱 看你们两个下次还敢不敢缺金少两 小宋 这个结果满意不 满意满意 我走了 我 好 我 没 你 我 我 你 你 我